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平星期四上午在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介绍了这次峰会的主题是亚信亚洲对话信任与协作的重要平台 他说习近平将协夫人主持这次有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亚洲峰会 共有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确认应邀与会 其中包括11位国家元首、2位政府首脑及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陈国平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主旨演讲 会后将发布亚信峰会上海宣言 在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 亚信将加强与上海组织的合作 此外习近平还将利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和参加亚信峰会的机会 加强中俄战略合作 引领顶层设计并发表有分量的中俄联合声明 有记者问道 由于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没有派国家领导人出席亚信会议 这次亚信峰会是否是针对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战略 对此陈国平回应说 美国和日本将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 他还呼吁美国和日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那么关于你刚才所说的就是 是否要排除美国 还有日本亚信峰会 我觉得这方面倒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美国和日本它都是作为亚信的观察员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美国和日本能够在出席 这次亚信论坛这个峰会期间能够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 中国媒体报道说 这次亚信峰会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亚信峰会 各项安保措施异常严密 连日来上海已经多次举行安全演习 很多公司和机关都将在峰会期间放假两天 预计南海和钓鱼岛争端将会是这次峰会的热点问题 美国之音VUA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